今天彰化沿海鄉鎮地區 感受到東北季風的威力 路邊的三角錐不敵強風被吹到路中央 就連郵柴送信途中 經過美港公路也被狂風吹到摔車 這名深港郵局的郵柴摔車之後 還好有路過的熱心司機幫忙扶車 而且郵柴有帶安全帽 沒有摔傷 不過用來帶收貨款的袋子 卻被強風給吹走 郵柴找了一個半小時 只找回來2000元 還有2000元流落在外 無奈之下郵柴只好報警求助 那麼郵局表示 目前是還沒有找回來這2000塊錢 但是郵局會以風災的方式 自行承擔不會讓郵柴自己來賠償